大S会见斩情丝 脱离十年豪门婚姻 再婚初恋情人 她的妹妹小S依然是死死守住千窗百孔的婚姻 哪怕哭了千百遍 依然秀着她的幸福 她们的妈妈黄春梅一直在背后保护女儿 一有风吹草动就第一时间发言 黄春梅的发言没有大S那么倔强 也不像小S那么疯癫 她落落大方 考虑周全又尽显格局 很多人感慨S妈大起包容 殊不知她的今天也是经历风雨才换来的晴空万里 黄春梅也曾满怀憧憬地加入豪门 豪门留给她的却是满身的伤痕 前半生她向委屈求全的小S 后半生她向独立刚烈的大S 只是 她比两个女儿更通透 一 年轻时的黄春梅被大家称呼为小梅 1954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农村 因为父亲去世的早 小梅早早地辍学去了台北打工 那个时候 小梅的理想是做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 因为自己做不起 她感觉能做的都是有钱人 没有学历 也没有一技之长 小梅去酒楼做了服务员 酒楼和大S父亲徐坚家的银楼只有一墙之隔 时常光顾酒楼的徐坚喜欢上了小梅 徐坚家中做仪式生意 身上有七个姐姐 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两个年轻人偷偷谈起了恋爱 小梅憧憬着有朝一日嫁给徐坚 自己就可以做豪门太太了 告别贫穷的日子 19岁那年 小梅如愿地嫁进徐坚 却没有过上想象中的日子 结婚第二天 婆婆就给小梅下马威 把家中的佣人都辞退了 让她打理家中的日常 伺候公婆 照顾姑姑姐 制作一日三餐 打扫卫生 小S曾经说过 光是上桌吃饭的人就十几个 打理家中一切的同时 小梅还要去银楼做销售 她天天忙得像陀螺一样 没有半点空闲 还要遭受婆家人的冷眼和嘲讽 婚前对她温柔体贴的丈夫 也像是换了一个人 经常在外面吃喝玩乐 甚至赌博 一言不合就对着妻子开骂 当时的小梅就像小S 人前强音欢笑 人后默默流泪 二 母嫔子贵是小梅想到的改变处境最好的办法 她想要生个儿子 无奈接连生了三个女儿 席间是家中独苗 公婆一心盼着孙子 始终不能如愿 更是把气撒在了小梅身上 估计也嘲讽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小S 大明 徐希弟 小明 婷婷都是爷爷娶的 意思是希望儿媳给孙女生个弟弟 停一停 不要再生女孩了的意思 家人对小梅的轻视 让徐坚对妻子的态度愈发的恶劣 最终回来的她常常对妻子破口大骂 后来变本加厉地演变成拳脚相加 有时候小美大哭 公婆和姑姐直接选择视而不见 大S是徐坚最疼爱的女儿 平时会剥虾给她吃 也只有大S敢站出来保护妈妈和姐姐妹妹 有一次 徐坚把小梅打得亲一块 死一块的 大S也不敢上前 姐妹三人只能抱在一起哭 那一刻 小梅绝望了 如果不是舍不得这三个孩子 她可能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第二天 小梅依然早早地撑起床 像保姆一样地照顾一家人 大S心疼 偷偷抹泪的妈妈 终于鼓起勇气 劝妈妈离开那个没有温暖的家 小梅嫁入学家 是为了改变生活 委屈求全 全是为了三个女儿 既然生活越来越憋屈 女儿也跟着恐惧不安 她开始计划着离开 小梅提出了离婚 被公婆和姑姐嘲讽 妻笑她无法养活三个孩子 小梅说 就是做酒家女也会养大三个女儿 被姑姐打了一个耳光 愤怒的小梅和姑姐打作一团 婆婆盛怒 喊着让小梅滚 小梅说了声 谢谢妈 带着三个女儿转身离开那个从来没给过她温暖的豪宅 在那以后 黄春梅从小梅变成梅姐 开始了从小S到大S的逆袭 三 学间不签离婚协议 也拒绝支付抚养费 为了生活 美姐一天打三份工 早上帮别人卖早餐 白天做房屋中解 晚上去大排档洗盘子 劳累已久 亲情却好了很多 再也无需挨打挨骂 到小S和姐姐乖巧懂事 放学就回家做饭打扫卫生 帮主妈妈打理家务 小S毕竟还小 有一次在家哭闹 累了一天的梅姐突然有些崩溃 抬手就打了她 大S冲过去护在妹妹面前 认真地说 妹妹没错 错的是爸爸妈妈 委屈的小S哭得更大声了 大S不停地安慰她 梅姐心生愧疚 决定再也不对孩子动手了 从小时候开始 大S就是更独立 更勇敢地存在 尽管她说着最温柔的话 却一直做着最有主见的事 当清探向大S发出邀请 要培养她做艺人时 大S唯一的条件 就是带着妹妹小S 就这样 ASOS组合就诞生了 他们凭借歌曲 占领年轻打开局面 就在两人走红的时候 因为合约问题 唱片被一押再押 大S开启了服装店 准备告别艺人行业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赞予贵人会演石珠 推他们姐妹做主持人 大S承担了剧本创作 化妆造型和舞台设计 等各种工作 小S大多时间 只是跟在姐姐后面 他们在娱乐百分百中 吵架 互掐 耍宝搞笑 各种段子粘口就来 另类的风格吸引了大批观众 很快就风靡宝岛 四 当年很多女艺人 都要应酬喝酒 美姐不放心两个女儿 放弃房产中介的工作 给两个女儿做经纪人 保姆 司机 顺职保镖 很多时候 录完节目的姐妹俩 被要求去吃宵夜 美姐就会找各种理由 带她们回家 想走江湖多年 美姐练就了左右逢源 发灭玲珑的本领 既保护了两个女儿 又不得罪各路大哥 小艾瑟曾在节目中说 要是没有妈妈 她和姐姐会遇到可怕的事情 也说不定 美姐和三个女儿 苦经甘来的同时 学金家那边却每况愈下 家族生意倒闭 她不得不靠打工维持生计 经历那么多风雨 美姐越发地宽厚 她没有落井下石 去嘲笑婆家人 反而要求两个女儿 去看望爷爷奶奶 给她们赡养费 曾经盛气凌人的婆婆 内心羞愧不安 终于对美姐说出那句 迟到的道歉 我对不起你 徐家对不起你 许多年前 美姐也纠结过 一心想要这句道歉 后来的她早已经释怀 放下过往 是放过别人 更是幸福自己 落魄后的徐坚 染上赌博的恶习 总想着有朝一日 翻身发大财 却欠下了数百万赌占 那些年 徐坚一直没有签下离婚协议 她一边拖着美姐 一边和另外的女人 生活在一起 这主堵在她和外面女人门口 放话不还钱 后果自负 徐坚到处借钱无果 只得去求美姐和女儿 但S心疼妈妈 指责父亲多年对妻女 不管不顾 却求妻女救她和外面的女人 让人心寒 美姐制止了女儿 她与徐坚达成协议 替她还掉所有债务 两个人离婚 从此互不相设 徐坚同意了 这场充满悲剧的 却延续了20年的婚姻 终于落下帷幕 虽然已经离婚 美姐还是让女儿 暗喻支付徐坚生活费 还要求她们多回家看看 几年之后 徐坚患肝癌离世 黄春梅以德抱冤的做法 仍很多人敬佩不已 5 大S和小S成名之后 追求者不断 他们像妈妈一样 都嫁入豪门 然后又梦碎豪门 大S和汪小菲 见过四面之后 便约顶终身 没有和妈妈商量 就和汪小菲完成了结婚登记 为了生二胎 大S两次癫痫发作 被送进ICU 为了家庭 她付出很多 然而当时年婚姻出现问题时 大S又毫不留情地 抽身修夫 清醒 伶俐 又决绝 就像后来的美姐 小S与老公徐亚云 未婚先孕 接连生了三个女儿 因为没有儿子 被婆婆不待见 政府绯闻不断 在夜店和美女 举止亲密的照片 时有流出 亲自承认被家暴 依然不停地替丈夫掩盖 维护着家庭的完整 自欺欺人地秀恩爱 因为从小缺少父爱 小S格外地渴望家庭的完整 不舍得女儿重蹈她的父折 她委屈求全 一如年轻时的美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大S在离婚之后 迅速闪魂初恋 拒进夜 不顾母亲的反对和担忧 在大S离婚 再婚的过程中 美姐表现得体贴大方 格局大会做人 比女儿更得忍心 大S离婚之前 美姐一直在劝和 表示 夫妻是吵架 会劝大S平和一些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呢 希望女儿能够冷静一下 考虑一下孩子们 对于汪小飞 美姐从来未有半句是非 除了夸就是夸 表示就算离婚 她也是自己半个儿子 希望她娶到嫌妻 对于拒进夜 她从一开始的反对 到之后的接受 再到后来的夸赞 每一步都是恰到好处 既给了汪小飞留了面子 又给拒进夜留了台阶 确实是做人的高手 情商极高 黄春梅这大半生 可谓是坎坷不断 贫穷的原生家庭 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忍辱负重的婚姻 糟糕透顶的婆媳关系 消炮酗酒 赌博出轨的丈夫 一个人带三个女儿 讨生活的金金 女儿成名之后的种种 这些她都挺了过来 终于是守得云开见明月 却依然要为三个女儿 操心不断 大S的冷静独立 果断凌厉 像极了后半生的黄春梅 小S的委屈求全 托泥带水 好像黄春梅前半生的复刻 只是 他们都没有妈妈的大度 格局和清醒 其妈妈敢于离开痛苦的婚姻 拒绝再婚 一个人活得潇洒自在 两个女儿 一个陪在痛苦的婚姻里 一个离了婚 又草率二婚 给未来留下了诸多隐患 孤女三人 皆梦碎豪门 只是竭尽全力 不慌不忙 又通透清醒的黄春梅 逼两个女儿 活得更洒脱 然后再继续 一会儿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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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